以下节目是由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呢 是全国肝癌醒绝月 那今天呢 我们将为大家探讨肝癌 而请到的嘉宾呢 是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的主任 根本男医生 Dr.Gan 你好 Mina 你好 Dr.Gan 我想问一下 说起这个肝癌了 肝癌到底是什么呢 麻烦您来解释一下 肝癌实际上是一种癌变 但是有两种 一种是肝脏本身造成的癌变 肝脏里面的肝脏细胞变成癌症癌化 这样会造成叫primary liver cancer 等于说这个癌症呢 是起源于肝脏本身 另外一种呢 是转移 假如说是肺癌 或者是大肠癌 或者是直肠癌 这些肿瘤都会比较容易 转移到肝脏 那转移以后呢 实际上是四期癌症 但是这个肿瘤在肝脏里面 并不是肝脏本身造成的 而是因为其他地方的肿瘤 转移到肝脏 那说起这个肝啦 我上次呢 没多久前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对自己身体的部分 内脏到底有什么功能 其实不太清楚 麻烦您来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肝的作用在哪里呢 好 肝脏实际上很像一个工厂 人体有很多的食道啊 胃啊 肝脏啊 胰脏啊 胆囊啊 都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肝脏实际上像工厂一样 如果人体需要 amino acids 或者需要脂肪或者需要糖 肝脏可以把很多种热量的元素 转移成身体所需要的元素 等于说像一个工厂 加工的工厂一样 所以如果肝脏有问题 那这个工厂不work 所以就会引起很多疾病 然后就是当然癌症也是其中一个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根据美国最近的这个调研的显示 好像肝癌的这个死亡率 有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很复杂 因为肝脏癌症实际上并不是很常见 在华人社区里面会稍微多一点 是因为像华人社区里面 可能像有乙肝和饼肝的病人会比较多 所以呢发病率会比较高 但是从美国的general population来看 发病率并不是太高 死亡率上升是因为肝脏癌症 一旦它确认是癌化 治疗的方法比较 limited 像可以做肝脏的transplant 可以移植肝脏 也可以切除肝脏的一部分 另外有一些药也比较有效 但是传统治疗癌症的方法 对肝癌效果并不是太好 所以死亡率会比较高 是这么样 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乙肝和饼肝 那在华人社区这是主要导致肝癌的原因吗 对 在华人社区里这样 实际上是因为慢性乙肝跟饼肝造成肝脏硬化 肝脏硬化以后再造成肝脏的癌症转化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 在美国全国来看 实际上是因为饮酒造成肝脏癌变会比较多 饮酒太多也会伤害到肝脏 长期饮酒很多会造成肝硬化 最后的结果也是肝癌 但是饮酒造成的肝脏癌症变化 在华人社区里并不是太多 那说起这个刚刚您有提到这个乙肝和饼肝了 那乙肝大家可能讲的比较多 那饼肝和乙肝有什么分别呢 它是两种不同的肝脏 可以感染肝脏的virus 病毒 区别上来讲这两种病毒 从病理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如果身体里的免疫系统 不能把它们完全的清除掉 又没有进行药物的治疗 那长期的在病毒的攻击下 肝脏会慢慢硬化 所以乙肝像乙肝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打吗 就是要打针就可以预防这个乙肝 那饼肝呢 饼肝现在还是没有疫苗 所以就说饼肝是如何引起的呢 一般都是传染 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血液的传染 是这么样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罹患了肝癌了 那这个症状会如何呢 大多数的病人 刚刚有发现有肝脏癌症的时候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症状 他们最大的症状实际上是因为肝硬化和 cerosis就是肝硬化造成的 肝硬化以后肝脏的功能本身会下降 最常见的是咽血的时候可以看到 肝脏的功能肝工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真正等到病人有症状的时候 已经实际上是比较晚了 像脸色发黄 眼底发黄 舌苔发黄 或者是止血的功能下降 实际上都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肝脏功能的问题了 那已经是末期吗算是 是属于肝脏功能很差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就是很严重 但是一般人那如何知道 就是说这个肝有问题呢 如果发现自己有乙肝或者有饼肝的话 又是慢性患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长期的追踪 一定要经常和家庭医生讲和肠胃科医生讲 要看一下肝脏里面有没有阴影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长期追踪 确认这不是肝脏在哀变 因为就这样看到阴影的话 就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是这个原因吗 对 看到阴影以后还是要继续追踪 如果这个阴影有变化 另外可以做CT扫描或者做磁力共振 都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肝脏内部的结构 这样就可以确认是不是肝脏是不是有癌变 那说起这个患这个肝癌了 那女性和男性来说这个比例分别有多少呢 这个实际上跟性别没有太大关系 在华人社区里面主要是长期饼肝跟乙肝造成的问题 跟性别没有太大关系 那请问一下就说这个肝癌了 就说您当然您是专家用这个手术性放疗 那功效有多好呢 功效实际上和partial resection 就是切掉肝脏的一部分结果是差不多的 因为肝脏的癌变是因为肝脏整个本身本体出现问题 肝脏硬化是整个肝脏都在硬化 所以就算治疗好一部分以后 其他的地方也很可能会再继续造成癌变 所以这样的病人就算做好手术性放疗以后 还是需要长期追踪 还是需要继续检查 那手术性放疗跟手术当然最大的区别 就是不需要开刀 也不需要住院 完全没有疼痛 一样可以把这个肿瘤清除掉 那您刚刚就说 一直要长期的追踪 是不是那个如果有肝癌的话 会不会矿散到其他地方呢 如果肝脏肿瘤变大 又没有再进行治疗 就有可能会扩散 扩散以后治疗就比较麻烦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你们的联络方式 好 我们的联络方式是 415-353-6443 好 我们非常感谢耿医生 那正如耿医生所说的 如果就是开始发现 这个身体有异样的话呢 最好呢就是赶紧看医生 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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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